北京时间2月12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老鹰队迎战马刺队 此一马刺队上半场火力全开 三分球17投12中命中率超过70% 半场就轰下73分 下半场比赛 马刺队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6分 老鹰队虽然略微缩小分差 但穆雷及时爆发并砍下三双 最终马刺队136比121大胜老鹰队 数据统计 马刺队穆雷32分10篮板15助攻 约翰逊26分5篮板5助攻 瓦塞尔20分 麦克德莫特13分 普尔特尔12分5篮板三盖茂 普里莫13分 老鹰队特雷扬18分11助攻 赫尔特14分6篮板 卡佩拉13分11篮板 亨特10分 波格丹莫维奇23分5篮板 加里纳利16分8篮板 比赛回顾 首节比赛 瓦塞尔和麦克德莫特连续投篮取分 卡佩拉和亨特不断攻击篮下 穆雷抢断快攻 随后又和约翰逊各自三分远投命中 亨特送出爆扣 但马次队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太高 本节最后一攻 新秀普里莫又打成2-1 首节结束 马次队43比29领先14分 次节比赛 波格丹莫维奇内突外投连续取分 加里纳利也频繁制造罚球杀伤 老鹰队的第二阵容 一度将分差追到6分 可马次队换回主力阵容后 穆雷抛投得手 随后又连续送出三次助攻 一波8比0攻击波 让老鹰队喊出暂停 暂停过后 特雷扬助飞卡佩拉 扎克克林斯和普里莫连续三分远投命中 霍尔特尔最后一攻 更是命中压哨超远三分球 半场打完 马次队73比56领先17分 一边再战 瓦塞尔三分命中 约翰逊和穆雷连续罚球 瓦塞尔又快攻爆扣 马次队一度领先达到了26分 特雷扬助攻赫尔特上篮止血 随后自己也连斗5分 波格丹莫维奇和加里纳利连续投中三分球 老鹰队本节莫维略微缩小分差 三节打完 马次队103比87 依然领先16分 末节比赛 约翰逊和波格丹莫维奇对轰三分球 瓦塞尔中投得手 琼斯抢断快攻 老鹰队无奈暂停 可暂停过后 马次队依然内外开花不断扩大优势 特雷扬情绪失控赤道技术犯规 比分进入垃圾时间 双方都换下主力球员 最终马次队大胜老鹰队 双方首发 马次 穆雷瓦塞尔 麦克德莫特 约翰逊 波尔特尔老鹰 特雷扬 亨特 赫尔特 约翰克林斯 卡佩拉